近年來歐美的娛樂產業出現了大量與獨銷有關的文化作品 如描寫哥倫比亞大獨銷的獨銷 又或者是被譽為神作的絕命毒師 跟殺手的童真 這些廣受好評的通俗式獨銷文藝 不僅意味著普羅大眾對於神秘的獨銷文化感到好奇 更反映出當今許多國家所命令的毒品猖狂問題 有趣的是在獨銷的國度中 也有不少以它們為主題的創作 而今天我們要來講的就是販毒的人是如何開始踏入這一行的 歡迎來到好評欄我是浩 這是專門為你介紹如何從零開始犯罪的單元 想要販毒你必須要先擁有毒品才能販售 不過這邊並不會告訴你如何製作 而是讓各位了解販毒集團的整體運作是如何 事實上販毒集團的架構就與這些大企業一樣 有各種不同的部門 製作、銷售、運送是個別分開的 這些部門它們互不相識 僅透過少數幾個人來將這些部門共識在一起 以免被抓到之後被一網打盡 毒販入門一般有以下幾個途徑 一、自身吸毒 迫以經濟壓力而幫助他人販賣毒品 這種類型的人也是最多的 屬於毒品販售罪 二、到境外賭場賭博 輸太多而幫人貸毒入境抵銷欠款 屬於販輸毒品罪 三、各大酒吧、會所等地方的老員工 因自身工資低且人外廣因此會幫忙零售 這些都屬於最小弟的級別 也是整個販毒產業列中最低層 相對他們所獲得的毒品也是最貴的 毒品的販售通常會過好幾手 從一開始的成本50美金 假設由墨西哥出品後 一路運到美國西部 則加倍成100美金 後續再將運來的毒品發給經銷商 變成500美金 經銷商再把這些毒品發給零售的小弟們 變成1000美金 如此以來 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毒品增值過程 對於製讀者來說 並不稀罕那些銀頭小利 什麼販賣毒品罪、運輸毒品罪 這都是小兒科的把戲 這類型的罪名就一個 製造毒品罪 目前活著的大毒硝已經少了許多了 在Netflix上著名的影集《毒硝》 所講述的就是一名墨西哥毒硝 巴伯勒、艾斯科瓦爾 與他的販毒集團 麥德林集團的故事 在這部影集中 可以了解到許多人 一般沒辦法了解的販毒集團真相 製讀者通常也與企圖局 進行各種生死決鬥 雖然對於大多數的民眾來說 毒販就好像無二不赦人一般 但那僅限於層級最低的小弟 整個毒販集團其實也是有品牌形象的 對於吸毒者來說 會希望更加純的毒品送到他們手中 有些集團會在運送過程中 摻砸其他的物質 來降低毒品的純度 而這種做法 也會大幅降低該集團的信任度 除了吸毒者本身 集團與政府等工部門的品牌形象 也是十分的重要 和政府關係越好就能受到保護免於美國的調查 和走私者關係越好就能運送更多的毒品到美國 而這些就是各集團之間爭奪的權力 不同集團間會有互相爭奪地盤的情況發生 比如《絕命毒師》裡的炸雞書 與東部的墨西哥集團 就為了區域的販賣權而相互鬥爭 如果成功打下另外一個集團 便能夠奪取他們的販賣區域 與相關的走私者、政府人員 著名的例子有像是墨西哥毒品戰爭 這是從2006年12月11日起至今 販毒集團之間或與墨西哥政府之間 正在進行低強度的肥對層作戰 墨西哥政府宣稱他們的目標 主要是喝止販毒集團之間的暴力事件 以及瓦解強大的販毒集團 阻止毒品販運則在次要 後者主要留給美國政府處理 墨西哥販毒集團已有數十年的歷史 而發展轉大正是從1990年代 哥倫比亞的卡利及麥德林販毒集團衰落之後 企業會隨著產業變化而發展新的型態 那麼販毒集團呢? 我們前面有講過 販毒集團也跟企業有類似的經營架構 那麼販售的整體概念也會隨著時代而進步 甚至他們改朝換代的速度也會更加迅速 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中 除了不斷研發新產品 剔除以不具有利益的舊產品 看準市場機會明變環境風險 理解自己的優勢與劣勢 並對其核心價值加以發揮這些都不能忽視 在傳統的販毒集團營運模式 使用掌握毒品的原料以及土地者 來當同酬角色 再次進一步的結合各地武裝勢力 與中南美各國官員甚至政府的默許 將大量的貨物流向各地的街頭 酒吧、巷弄流通 甚至運到附近的鄰國 大多數的影集中也是如此 正是因為如此 在國際版面上的毒銷爆發衝突 多半也是地盤之爭 不過到了近年逐漸演變成關卡通行決的爭奪 如今的毒品產業 中間商已經轉變成武裝護衛全球地下的物流 以及由上而下打通各個環節 賄賂以及洗錢管道的全方位地下金流 關於地下金流 如果觀眾有興趣 我們日後再做一個影片來告訴大家 這些改革後的販毒集團 早已經不是那個單純做毒品販售的了 在網路發達下 各種層級的交易都有 軍火、人口等等 就好比曾經介紹過的刺手之路 也是其中販毒集團愛用的網站之一 在網路裡面的瀏覽本身就有加密 更何況交易還是使用虛擬貨幣來進行交易 過去多半是使用比特幣來進行交易 然而因為比特幣 由區塊瀏覽器可以查詢金流的走向 現在則是漸漸地敢用利民幣 像是門羅幣、大馬幣 讓警方更加難以找尋到這些犯罪者 在過去 毒箱們給予外界的刻板印象 往往是殘忍、血腥暴力 且露土豪般的生活與時代潮流脫節 然而 如今的他們游走在黑白之間 他們不僅商業經營手段高超 資訊掌握靈活 且資訊、科技與研發能力更是不容小覷 其實販毒集團者很早就明白 資訊的價值與力量 畢竟作為穿梭在巷弄間各角落進行非法交易的販子 消息、靈敏度和反應力 就是他們最大的求生武器 當資訊的力量進一步擴大 毒販們更懂得掌握先機 將資訊做適當的營用 將其效益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在各個層面上 例如為符合顧客的需求 或者逃避法律等等 當今來自墨西哥販毒集團的毒品 日新月異 甚至每天都有不同的產品推出 從最初也是最經典的第一代傳統毒品 如大麻、鴉片、海洛因、骨科鹼 到第二代以冰毒、咬頭丸為主的合成毒品 在他當今隨處可見 基於合成毒品改良的新精神活性物質 市面上各種一再推出新的產品 其百變的流通管道 和隱藏在城鎮中的實驗室 更凸顯了販毒集團對於法律的應變能力 毒販們對於政策與法律的利用 不僅是表現在推廣新商品上面 同時也體現了地盤爭奪與物流管道上 他們一方面設立各類具有可將合法商品消亡美國的公司 藉著將合法產品混雜的毒品 運到美國推廣其其路線 侵略各大的關卡 並在美國設立其穩定的據點 另一方面 毒消也把這個公司當作洗錢的廣道 以穩固毒品的帝國 自2006年墨西哥的毒品戰爭 再次驗證了販毒集團 對於政府資訊的高度掌握能力 甚至往往能化為機尾轉機 毒品戰爭從表面上看來 使墨西哥政府對毒販的宣戰 但事實上卻是各大販毒集團 和不同階層派系官員勾結 彼此攻擊 以趁機擴大勢力的活動 最終這場戰役以政府的失敗告收 再次為販毒集團 進行了一個水平的整合 毒消並不是我們想的這麼簡單 大多數的影集也是做個簡單的描述去帶過 不外乎怕民眾爭相模仿 但不得不感嘆 他們對於資訊或者銷售 都是遼弱的執障 更是能迅速的研發新產品 不過背後卻是潛藏的危機 只能說為了賺錢在所不惜 相信大家都能更加的了解到 這些毒品販售的集團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下喜歡並分享出去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免錯過每週六晚上十點的芯片 下次見 掰掰